本欄目由 Convita 特约赞助播出 为你和你的家 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33 我是裴函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聚焦中国两会政协委员洪明基表示 桥商应发挥桥梁作用助力讲好中国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 人工智能深入各领域 中国技术领跑世界 今天新闻中我们还将关注到 新西兰内政部公布去年第四季度国会之初 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红氏集团副董事长洪明基表示 桥商应发挥桥梁作用助力讲好中国故事 胡明基充生于香港 13岁去美国求学 1992年年仅23岁的他毕业后回国创业 率先将日本籍野家 美国冰雪皇后等国际快餐品牌引入中国市场 胡明基说自己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激发的能量和机遇 回国发展事业才有了今天 期间桥物部门牵线搭桥 介绍好的项目和中资合作伙伴多次协助解决设立企业遇到的审批问题 而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胡明基表示对其中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的表述印象深刻 胡明基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 桥商的作用发生了很大改变 我觉得资金不一定是主要的贡献 更多的是怎么做好朝粮 因为桥包跟港人同报 那我们怎么利用我们的优势 能协助国家将好中国故事 我有这个特别棒的一个关键点 谈到未来的打算 胡明基对中心社记者说 接下来希望打造民族餐饮品牌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 让中国餐饮走向世界 北京时间3月11日下午 13届全国人大依次会议 第三场代表通道在人民大会堂开启 全国人大代表语音及语音信息 处理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刘庆峰表示 人工智能正在深入进入 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而中国在人工智能的源头创新上 已经跟全世界并跑 甚至部分领域领跑 通过方方面面技术的进步 人工智能正在深入地进入到我们 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 我给大家举几个跟大家比较熟悉相关的领域 比如说翻译 现在每年1.3亿人出国 如何更方便自由地跟全世界进行交流 我们在2017年在全球首次 让汉英翻译达到了大学6级口语水平 而且两年内会达到专业8级水平 现在也有将近30个鱼种了 我们相信机器翻译技术的进步 会对中华民族在全球各地区的交流和合作 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一带一路的发展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安徽开通了中国第一个人工智能医院 国家卫健和安徽省共同开通的 一方面可以在医学影像上 在肺癌在乳腺癌等等里 已经达到三甲医院的平均水平 但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都在关注 人工智能能不能帮助一线做全科医生 一个标志是你的人工智能能不能通过 国家职业医师资格考试 2017年我们在全世界首次做到了 今年3月2号已经在安徽正式开通了 全科医生的辅助诊疗服务 150多个病症可以做到一线的 资深全科医生的水平 我们相信建立这样一个 以人工智能辅助的在线诊疗平台 使得一线的县城乡村 贫困地区的医院迅速接入到这个平台 迅速提升一线医生的诊疗水平 对健康中国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还有教育 我们不仅用能听会社的语音技术 帮助一线提升语言教学水平 而且通过人工智能的知识图谱 和习得顺序的分析 可以精准分析每个孩子的学习情况 从而实现因材施教 相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会使得我们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会使得教育现代化有着极大的促进 那么应该说人工智能 正在深入地进入到我们社会生活 可以说每个领域 而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的 源头创新上 很多已经跟全世界并跑 甚至部分领域临跑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电影导演贾张科表示 近年来中国电影取得快速发展 2017年中国票房达到了559亿 票房占比达到53.8% 在此过程中 人才的培养及电影教育的投入非常重要 电影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在过去几年里面 中国电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去年2017年 票房达到了559亿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光听这个数字不能理解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刚刚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整个我们国家的电影的票房 才10个亿 那么在短短的这些年里面 已经发展到了559亿 这样大的规模 而且到今年的2月份 那个春节期间十几天 创造了100亿的票房 在这个票房成绩背后 另一个数字更让中国电影人激动 就是在2017年 中国电影的票房占比达到了53.8% 说明中国导演 中国电影人的努力 获得了中国观众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跟认同 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都有很多话想说 然后也有很多建议 想提出来 特别是关于人才的 你像我们在三西座影展 就必然需要引进国外的 国内的优秀的策展人才 优秀的文创人才 那么随之相应的呢 也需要有文创人才引进的政策 这是这一次我在大会上重要的一个建议 那另外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像电影的话也是需要人才 我们过去一年只拍摄两百多部影片 那么现在一下子要拍这个将近八百部九百部这么大的量 人才齐缺 所以加大电影的教育的力度 加大教育的投入 以及这个创造很好的这个条件 让年轻导演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资助 我觉得也是我这一次人才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的重点 本周新西兰内政部公布了新西兰全体国会议员 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公款开销 本次公布的数据是从2017年10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的议会之初 包括他们在霍林顿的住宿费 往返霍林顿的旅费 国内航班等费用 在这些议员中 开销最大的是工党议员 民族事务部长 这位来自曼努卡伊斯选区的议员 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全部开销为30186元 建议表示 民族部长需要做大量的宣传工作 以沟通所在不同团体和社区组织 例如本周末 他一个人参加了六个社区活动 与不同群体会面并商讨政府正在处理的问题 这不可避免的需要大量参加活动和会议的出差费用 另外作为三个部门的副部长 他还经常需要跟随部长参加许多活动公众活动 总理杰辛德尔登 以27751元的开销位居第二位 不过据说有6904元的花费统计有误 因此总理杰辛德尔登 在2017年第四季度的实际开销为20847牛币 工党副党魁Kelvin Davis的开销为24644元 紧随其后的是住房部长Phil Trefford 23642牛币 国家党前党魁 新西兰上届总理Bill English在此间的花费为17165牛币 国家党议员Chris和绿党联合领导人James Shore是2017年第四季度开销最少的两位议员 两人的全部花费只有2651牛币和4031牛币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胡林顿的住宿费 行动党党魁David Seymour 8390牛币 新西兰副总理优先党党魁Winston Peters 16139牛币 而刚刚宣布辞职的国家党前议员Steven Joyce开销是13507牛币 国家党新任党魁Simon Bridges 13202牛币 最近新西兰城市规划专家Tommy Honey联手奥克兰理工大学的未来科技实验室 搭建了一个在线网络平台 鼓励奥克兰的业主通过这个平台出租自己的后院 搭建临时的预制房赚取额外的租金 又可以为城市缓解一定的住房短缺问题 这一平台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 KVBuild计划负责人住房部长Phil Truffle表示 由于施工时间短用料节约 政府每年都可以打造出7000套左右的预制房 这一方面可以省去土地开发的烦恼 同时为供不应求的租房者提供方便 这个计划的名字叫共享我的后院 该平台类似Airbnb 是修建的临时性预制房 使用面积为50平米左右 业主可以花费15万牛币左右的价格将其买下 或者通过预制公司石油产权 只花2.5万牛币就可以打造管道设施 然后就可以轻松地赚取租金收益 这种房产类似升级版的祖母房 如果未来不想继续出租 可以将其轻松收纳起来 它的优点在于施工时间短 能够解决房地产市场的压力 另外这种预制房将严格遵循 奥克兰统一规划草案中 关于小型住宅的建筑要求 所以不需要经过邻居的许可 业主和租客就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进行问询 房产的转售也将通过这个平台进行 相关人士表示 预制房是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希望 它不仅能够解决住房危机 还可以在KVBuild施施工期间 为人们提供临时住所 今年1月初 由30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探险队 从新西兰南岛基督城利特尔顿港出发 驾驶着乔迪斯决心号国际深海钻探船 前往罗斯海 对西南籍冰盖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考察 上周这支探险队带着从西南籍冰盖 五个不同地点 700米深处的冰川 采集到的200多个标本 回到了新西兰 通过这些标本 可以考证过去数千万年以来 地球的气候变化 这些科学家来自13个国家 他们的领队是 霍林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副教授 Rob McKin 国际南籍探险队 此行的目的是追踪气候变化的线索 他们同时打破了两项记录 通过西南籍冰盖下的钻探延芯 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回彩率 同时也创造了有史以来最长的活塞延芯记录 获得了关于海洋气候变化的原始地质记录 而且比预期时间长数百万年 Miken表示 他们认为西南籍冰盖的融化是海洋暖化造成的 但不确定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暖化 才能造成西南籍冰盖的重大损失 根据卫星资料显示 西南籍冰盖每年损失约150立方公里的冰块 如果持续下去 全球海平面将升高三米左右 而东南籍冰盖的问题则更加严重 该冰盖融化以后的冰水足以使海平面升高20米 昨天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宣布 霍克斯湾进入季节性劳动力短缺阶段 并与水果部门协会的领导人进行了商讨 即将施行海外游客也可以申请工作的政策 这一公告的有效期是从3月12日到4月6日 主要是因为霍克斯湾波罗蜜产业的高峰收获季节短暂而急促 预计今年霍克斯湾将包装1400万箱苹果 比去年增加130万箱 东海岸地区专员Annie表示 他们将为即将面临的求职者提供知识 包括培训技能和提升快速进入园艺行业 这一政策的最大亮点是 允许持有访问签证的海外游客在果园和葡萄园工作 自2017年10月以来 该部的东海岸地区已经招收了820名求职者 霍克斯湾上一次宣布劳工短缺 是在2010年失业率为6.4%的时候 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TV33下华线NZ 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号TV33news 或者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TV33观众互动微信号 和我们保持联系 稍后是明天的天气预报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再会 Thunk Kentigan女子学校将于3月15号周四面向公众采访 位于Ramira的校区接受0到8年级的女孩 由学生导游引导的旅程将带你领略 Thunk Kentigan学校的风采 你也可以和校长和老师交流 他们将与你分享对于先进教学课程的见解 以及你女儿将会获得的成果 在线注册地址 Thunk Kentigan.com And your family 提供民宅商业开地 场地清理 土方搬运 挖坑钻斗 石子挥田 旧房开除 并解决土的烦恼 奥克兰土方内加强 GTG土方来帮忙 欢迎致电092162888 做房地产中介已经五年了 从默默无闻 到年续成为分行第一 全国前25名 我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用心 秉承初心 我是温锅 您用房 我用心 我们用心 感谢观看